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交易新手Market Newbie外汇基础知识课堂 这是我们的第八堂课 在上一节课中,我们了解了限价、市价、止损、止盈指令 在这一堂课中,我们好好来讲一下风险管理 我们必须承认,在交易的世界里,风险是永远存在的 如果您希望无风险,那么您就不应该踏入这个市场 风险管理是交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正确的风险管理是成功的外汇交易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谈谈在外汇中怎么样去做好风险管理 在风险管理中有三个基本的要素 第一个是流动性 第二个是胜率 第三个是每次交易的最大亏损 我们逐一来谈一谈 首先是流动性 流动性指的是我们能否快速的买卖某个货币队 同时并不会影响到该货币队的价格 我们先来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 您到市场上买,想买10个苹果,但是市场上只有5个苹果可以让您买,价格为每个1块钱 您先把这5个苹果买了,然后您只能等待更多的苹果到这个市场上,您才可以继续买 然后因为现在对于苹果的需求远大于供给,当新的苹果到来的时候,苹果的价格变得更高了,变成了每个2块钱 您就必须支付更高昂的价格,才可以买到足够量的苹果 反过来,如果现在有大量的苹果在这个市场上卖,但是同时需求的人并不多时,苹果的价格就会急速的下跌 想要卖出的人,可能要以很低的价格,才可以把苹果给卖出 相同的,在外汇中的例子就变成了,假设您想开场做一个货币队,但是现在市场上并没有足够的交易量 您可能并不能很快的建立好您的仓位 甚至有时候您还需要一个并不太理想的价格,来建立好这些仓位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流动性缺失通常都是因为成交量稀少而引起的 成交量很大时,是不会有流动性的问题的 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市场上有大量的人在买卖大量的苹果 很多交易瞬间就可以完成 苹果的价格也不会因为您的小小的交易有巨大的影响 在我们的外汇交易中,不同的货币队就是那些苹果 我们交易者就是那些买卖苹果的人 为什么流动性在风险控制中是很重要的一环呢? 我们做外汇交易,最重要实现盈利,是分成两步的 开始是开仓,最后是平仓 因为成交量不足,使得流动性有风险 开仓不顺利,最后平仓也不顺利 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吗? 不过,好的消息是,在外汇市场里 流动性通常都不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外汇市场非常庞大 每天的交易量都是巨量的 对于我们小散户来说 很多的交易都可以在瞬间完成 并不会对价格走势造成很大的影响 当然,如果您有如机构般的很大的资金量 流动性问题是需要考量的 在货币队的选择上,可能需要去选择一些热门和直盘的币种 尽量避免冷门的币种 风险管理中另一个基本的要素是胜率 简单点说,就是您判断正确的次数的百分比 比方说,在十次里您有八次判断正确了 这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胜率 而如果十次里只有三次是正确的 那么这个胜率就不是很高 一般来说,我们至少追求自己的胜率在50%以上 为什么? 假设我们每次的交易,无论是盈利还是亏损了 我们都盈利或亏损等额的金钱 如果我们有50%以上的胜率 最终我们还是盈利的 这是我们希望可以追求 当然,就算是我们没有能力达到50%以上的胜率 如果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盈利亏损比 比方说,盈利亏损比为5比1 也就是我们挣钱的时候尽量挣更多 而亏损时尽量亏损少一些 我们依然可以最终达到盈利的目的 关于这一点 在我们第十个教程中会有详细的介绍 怎样可以增加胜率 在外汇交易中 如果希望增大自己的胜率 那么您需要增加自己判断一个货币对运行方向的准确性 有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 一种是基本分析 另外一种是技术分析 首先介绍一下基本分析 基本分析主要研究的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 利率的变化 金融的实力 从而来判断一个国家货币的强弱 基本分析交易者需要时常关注有关国家货币的新闻和报道 例如美国美联储宣布要加息 这个消息代表着什么呢 加息可能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美国 因此美元可能会升值 这可能是一个可以做多美元的信号 基本分析通常比较适合中线到长线的交易 因为市场可能并不会对一个政策会有迅速的反应 一个政策的实施也需要时间 所以作为基本面分析交易者 您如果对某个货币队有一个方向上的判断 需要比较有耐心 等待市场走出它的方向 本门课程并没有很大的篇幅去详细展开 如何利用基本分析来研究货币队 在以后我们有可能会开展相关的课程 敬请留意 第二个方法是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主要是应用图表分析和一些技术指标 来指示某货币队将来的运行方向 技术分析有三个重要的假设 一个是图表的运行包含了一切信息 价格的运动有趋势性 还有最后一个是历史总是会重复 而在技术分析方面 也有非常多的方法 从利用图形信息到利用各种技术指标 一些很有名的利用图形信息来判断走势的理论 包括倒势理论和波浪理论等等 而一些经常用到的技术指标有 均线、布林通道和一同移动平均线 MACD等等 技术分析更加适用于短线到中线的交易 因为图表和指标的反应都是及时迅速的 同样的 本门课程也没有很大的蝙蝠去详细展开如何利用技术分析来研究货币队 敬请关注我们后续相关的课程 风险管理中的最后一个基本因素就是每次交易的最大亏损 其实也就是止损 止损设定了每次交易最大的可能亏损 每个人对于每次交易的最大亏损和能接受的风险都是不同的 但有一个原则 永远不要让自己每次的交易最大亏损多于自己本金的5% 在这个原则下 它至少给了您20次的机会 即便是您每次都亏损 当然连续亏损20次的概率是基本没有的 对于新手来说 开始时最好是不要多于2% 举例说明 假如您的账户有1万美金 在每次亏损不要多于2%的前提下 您的止损不能多于200美金 您如果想在1.1500处做多欧元美元 对于一标准手来说 一个点相当于10美金 也就是您设的止损不能多于20个点 那么您需要把止损设在1.1480 但是20个点的空间是很小的 哪怕最终您对货币对移动的方向判断是正确的 也可能因为止损设得太小 而最终被止损 在这种情况下 您需要交易更小的手数 在这个例子中 您可能需要改成交易两迷你手 对于两迷你手来说 一个点等于2美金 在这种情况下 您可以设定止损的空间为100个点 也就是止损价在1.1400 我们最后来小几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课程 风险管理中有三个要素是需要我们去管控的 流动性 胜率和每次交易最大亏损 在外汇市场中 流动性一般不是很大的问题 我们希望追求胜率在50%以上 而提高我们胜率的研究方法 包括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 每次交易的最大亏损 不要多于自己本金的5% 新手最好控制在2%以下 在下一堂课中 我们将给大家讲讲如何进行仓位管理 您可以在Market Newbie的网站 和下面的社交媒体上找到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ontact us at marketnewbie.com 谢谢各位 期待与您下次再见